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 是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转换期 2023年 红兰卡保险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 赶快来听听看你怎么说 时间过得真快 10月15号 那就是我们奇因健保转换日的正式开放投保日 那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兵荒马乱 所有的做健康保险的 尤其有在服务奇因健保的 大概都开始非常的忙 过去是我们是五天上班 到了奇因健保开放日的时候 都会是七天上班 七天都有人来服务 那当然今天很高兴地 能够请到我们的奇因健保的专员 Lio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跟大家讲一讲 2023年很可能一些变化 是我们这个长者觉得说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些转变 那这些转变的话 都是我们比较新的 而且是我们以前没有碰过的 包括这座保险做了快40年 这个很多的转变 也是第一次碰到 那当然呢 当各位打电话 不管是我们的新的客人 或者是我们renew老的客人 当他打电话进来 到了我们奇因健保 department的时候 我们每一位同事 都要说 这个张先生 李先生你好 然后这个你要问 奇因健保的事情很好 那可是呢 我必须要先跟你 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这个免责声明呢 是别人会觉得好啰嗦 每一次的 而且不同的人都一定要跟你讲一次 因为这东西不是我们的选择 这是法律 在这个法律规定的 在今年2022年10月1号开始 任何服务长者的服务人员 接到电话 一定要先把这一句话念出来 经过你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 那联邦政府的规定 是立刻挂电话 不能够再跟你再谈 任何的健保的问题 那我们的同事 一再跟我complain 说老板怎么办 因为呢 我们的客人一定会说 我跟你们买了十几年了 你到这个时候 你还来跟我 要来什么录音呢 要跟我经过同意啊 很多客人可能会很不习惯 那可能会再跟我打电话 投诉我 那我说当然了 这个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那我们也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 要教育我们所有的听众 那既然是法律 我们就必须遵守 那今天特别请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政府规定的 每一位服务奇音健保的agent 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而且这东西必须要录音 这个东西录音的存档要存十年 那万一在这未来的十年之中 你觉得你的权益受损了 比方来讲 你去拿药 药钱跟过去是 你所得到的eformation不一样 住医院得到的eformation 跟你今天实际要付的钱又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的时候 中国人讲史无对证 你拿得出证明来吗 那现在只要客人又觉得权益受损 这个举证的责任就在我们保险经济 所以说我们跟你讲的任何的一句话 就必须要录音 那可是录音的话 我们不能够偷偷摸摸的录 就必须要视线告知 所以来把这一个法律的规定的一些文字 来是不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 佩妮 好 根据政府相关规定 这通电话将会被录音 并且我们无法提供 您所在地区的全部计划 只能提供我们在您的地区 有代理的计划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咨询 请联络medicare.gov 或者致电800-633-4227 以获得您想要的所有信息 是的 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 必须要告知你 这通电话是有录音的 然后我们刚才Penny在念的时候 中间没有断句 中间我们必须要断句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不同意我录音的话 那我后面的话 也就不用再说了 你今天我再通知你 我们从现在这一分钟开始的 电话是有录音的 要经过你同意 然后再来你同意了以后 我会跟你讲说 我们并没有代理的 所有的保险公司 因为我们每一个 所代理的保险公司 我们都要去拿到它的授权 还要继续上课认证 可是有的东西 是保险公司并没有授权认证 就是授权给我们 就像说有些保险公司 它根本就没有保险经济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代表它 跟你讲它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一开始的声明里面 就跟你讲说 现在我等一下会跟你介绍的这些公司 是我有代理权的 或者是比方来讲我们在南加州 我们在南加州 我们不会去代理 比方来讲说中加州或北加州 那些地方我们服务的客人很少 那我们就没有拿那边的 某些保险公司代理权 那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免责声明里面 是这个话不是我写的 这个话是由我们政府规定的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也是过去是没有那么严格规定的 那这个政府还会有一个 所谓的secret shopper 也就是秘密检察人检察员 那他会伪装成客人打电话过来 来听听我们所有的保险经济 是不是有按照联邦政府的规定 那以及我要再跟你解释 任何保单内容的时候 我先要发一张paper给你去签字 让你同意我们这样子跟你讲解 也就是说今天我不能够说 你明明要来跟我买桃子 我来跟你解释理子 不能张冠礼贷 所以今天我在跟你讲 哪一个plan的时候 哪一家保险工哪个plan 我们会通知你一个paper 就白字写黑字 然后你要签个字回来 说我同意 你现在可以跟我讲解了 我们那分钟才能讲解 你说我打电话来买个保险 还有那么还要先要经过 我同意录音 录音完了以后 我还要再签字说 你现在跟我讲什么东西 我问你什么 你回答我什么 那么啰嗦干嘛 是的 就是那么啰嗦 所以说哪一个保险经纪 没有那么啰嗦的 就是表示他已经违法了 在这地方跟所有的听众报告一下 当然你如果说你不愿意录音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walking到我们任何一个分行去 那当然了 我们发行保险在南加州 有六个不同的location 那可是呢 有很多保险经纪 他可能不是这方面专业 可能他根本哪个店面都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 他可能可以跟你约在Starbucks 或者是麦当勒 或者是比方四海豆浆的 那地方的某一个角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你 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到哪去找他 你真的找不到他了 那还有 现在市场上面 有很多所谓的multi level 就是多层次直销 我们简称老鼠会 那他们都说 我们有做 我们有做 那是不是他真的有认证 他是不是真的懂这些东西 不是的 他都是一个介绍一个 一个介绍一个 然后介绍他所谓的专家 所谓的上线 那有那些人来跟你解释 那那些人 你只有听到他的声音 他的人在哪里 他的公司在哪里 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今年在选择你的健康保险 就是情境健保的时候 真的要注意 很多事项 第一个 这个agent是不是懂法律 是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之下 来保障你的权益 那还有 当售后服务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不需要售后服务的 需要售后服务的时候 那我们花心保险 在过去的20年 你们所很耳熟能详的就是 对您的关心永不打烊 我们是七天营业 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也知道我们门市在什么地方 不会说你买了保险的时候 那之后你真的就365天 只有那一天买的时候 见得到他 其他谁都见不到他 打个另外一个比方了 一个停掉的钟 一天里面也会有两次是准时的 一个停掉的钟 一天还有两次 那就是碰运气了 就要到那一秒钟 要停在那个位置 这个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他会碰到那个店 可是你要去人海茫茫 去找你的agent 帮你做服务的时候 你不能够碰运气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 有信誉 你认识又有信誉 你能够相信的 这样子的agent 因为对所有的长者来讲 你买健康保险 不管到哪一个经济的地方 都是付的是同样的费用 甚至于是都是免费 那你既然免费 你为什么不找 对你自己最方便 最实用 而且最能信任的呢 那你如果真的要去捧别的厂 真的捧别的东西 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开玩笑 来 六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今年的这个保险里面 我来问几样东西好了 退保费 当然不同保险公司 都有很多不同退保费的plan 那请问你 你如果说 你在做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 退的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呢 还是不见得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 这些保险他退保费 可能退多一点 但是他可能 他的医疗福利就没有那么好 有一些他退小一点 可能他的医疗福利就会好一点 像是住院不用付钱 所以其实是看自己的需要去算 到底要一个退款多一点 但是医疗福利没有那么好 还是退款少一点 医疗福利好一点的保险 是的 买健康保险 其应健保的时候 我常常跟老人家在讲 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价钱 光是讲价值跟价钱 我可以跟你讲个 几个小时都讲不完 原因很简单 你今天退的多的 羊毛还是处在羊身上 你今天钱都退给你了 那你可能买药的费用 可能要多付点 然后呢 住医院你可能要多付点钱 看医生你可能要多付点钱 那所有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已经把钱在前面拿走了 那再来 所有东西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你今天这个保险公司 是不是很有信誉的 然后当你有需要服务的时候 他有人可以立刻接你的电话 可以跟你讲同样的语言 能够来服务你 那就像我们做保险经济的 我们就很有经验 打电话到有些保险公司 三分钟五分钟 问题可以解决掉 有的时候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电话铃在响 还是没人接电话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可能拿到了比较高的退费 可真的需要服务的时候 你会后悔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跟大家讲一下 价钱跟价值 退款退得多的不见得是好 那退款退得少的不见得是差 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比较一下 以后才会知道 除了这退钱之外 我刚刚讲药 很多长者吃药的费用 是占了他这个 每个月的开销的一个大部分 所以就是说 你是不是今年在买保险的时候 买健康保险 是不是一定要先把药 可能要花每个月花多少钱 要查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最推荐 客人每年转换期的时候 就把他的药带过来 我们就跟你看一下 明年你用的保险 你去买药的话 要付多少钱 我们帮你看一下 那你明年也知道 自己要付多少钱出来 那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买药的话 还有是平常 这个你的neighbor的 你很熟悉的药房 或者是一定有规定 你到CVS 或者是Rite Aid 到某些药房去 所以说你平常 你买药的这个习惯 可能也要是 我们会帮你一起考量 就是买药的多少钱 因为它有了指定药房 有了非指定药房 那整个的费用 一比较下来的话 说不定 说不定 这个退费比较少的 可是你每个月 能够省掉的头痛 跟每个月省掉的药钱 就早就在那里方补回来了 除了药的价钱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 叫OTC OK 那我们平常买健保的人 Cover California 就是加州全保的人 没有听过什么OTC 但是在奇音健保里面 常常会听到一个OTC OTC是什么东西呢 OTC就是非处方药 非处方药就是有一些药 不用医生的处方 我们可以直接拿得到 像是一些维他命 钙片 止痛药 这些东西 或是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拿得到一些 像是CVS里面卖的一些健康用品 像是牙膠牙刷 这样这些东西 反正杂八东西 在药房里面可以看到的 然后有些保险公司会给你个卡 然后你就拿着这个卡去shopping shopping了以后 就用这个卡 就直接费用 就保险公司那边就会付掉了